我们之所以提出全渠道服务的概念呢 其实最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客户感受到金融服务的方便性 那整个的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一个采用的一些手段 技术手段 是将我们更多的一些视频 远程协作的一些技术 融入到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里面去 整个在一个逐步推广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首先会把我们的现在的一些社区银行 利用我们的一些VTM的一些远程的一些自主机具 能够部署 能够这位客户像在一些社区 在一些大学校园 在一些人群比较密集的一些场所 能够提供我们的服务 那未来第二步呢 其实这里边最关键的服务的本质 是一种视频式的交互和一种桌面的共享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一个其他的移动终端上面 甚至我们的网上银行上面 都能够打造这样的一种服务体系 未来呢是让客户在任何时间点 任何的场所都能够享受到这种高效的 便捷的进入服务 那我们就打一个举一个例子 像现在我们的客户要去银行 比如说做一个开户 甚至做一个签约交易的话 客户需要 可能需要跑很长的路 很远的时间去银行的网点 尤其像我们上海银行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规模相对来说有限 如果我们需要我们的网点数量相对不如那种大型银行那么多 如果我们要服务更多的客户的话 那客户现在普遍是感觉到有一些的不便的 那如果我们用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让客户在自己的方便的场所 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办公场所里边 能够直接的去跟银行发生这样一个业务的联系 我们可以把这个开户的整个流程搬到线上 我们可以把这种签约的流程搬到线上 让客户可以在家里通过自己的电视机 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可以通过自己的电脑 甚至在任何甚至客户在可能在旅途的过程中 通过自己的移动设备用过自己的手机 就能够完全完成所有的这个金融服务 所以这样的话从客户的一个 客户的友好性上来说 是相对于传统业务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对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